这个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 然后你对四川的小朋友会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快乐一些 因为这次地震的关系 就是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 就是影响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地度个一个儿童节 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在这个之后 你会自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呢 我捐自己最心爱的小提琴 然后希望通过这个捐赠 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微博的这个帮助 你知道你是四川人是吧 这次发生地震也非常的可惜 然后但是把心爱的小提琴捐出来了 那自己又是个什么样的事情 我自己非常的开心 因为这是我多年以来 就是一直增长的一个小提琴 我自己非常喜欢 那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呢 能够捐献出去 然后让四川的朋友们更加的就鼓励他们 现在有为地震在去做过有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嗯 现在有为他们做过有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韩国就是活动 所以一直没有就是接到地震这个消息以后 然后才赶回来 所以今天是第一个参与的活动 就有没有呼吁歌迷就是一起来做过 嗯 以后的话我希望就是有打算 对 我非常赞成 因为就是现在四川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而且我也是作为四川人 嗯 我真的很赞成他们来捐献 就是用四川话跟观众说一下这次鼓励他们一些 鼓励他们一些 呃 四川的老乡 你们呢就是不要 呃 尽管 我希望你们现在就是能够快快乐乐的 过好每一天然后有党和政府的支持 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快乐 嗯 能不能在六亿儿童节来临之际给再次小朋友送去祝福 呃 孩子们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一次地震呢 就是太难过 我希望你们天天开开心心 过一个就是快乐的儿童节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变成了哭啊 你觉得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地帮助他们 嗯 我觉得嗯 现在有许多政府还有就是人民都非常的支持 还要帮助他们 我希望就是通过嗯 大家更多的更多更多的关爱 然后去关怀他们